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形像个空心泡芙 其外层油面粉及3D打印方式所致 内线包有种子酵母和能够让种子萌芽的穷脂 当种子经过三到五天发芽后就已经可以食用了 据悉这种技术可以缩短生产链 减少运输等等 进一步解决粮食危机 但是要正式应用于食物生产人需要很多年的研究 看着挺方便的就是不知道把面团和生的蔬菜一起吃 味道会是怎么样呢 再来看这一条微博也是跟美食有关的 法国巴黎的艺术家托马斯·威尔和昆丁韦斯·布和 因为厌倦了汉堡千篇一律的外形 就创造出几种千计百怪的汉堡 外形十分吸引眼球 托马斯和昆丁花费了仅仅90分钟的时间 购买食材大胆发挥想象 就制作出了这些创意十足的汉堡 这些汉堡的成本最高达到50欧元 比如这个忍者神鬼就是用意识相长加以点缀的汉堡 看起来与动漫中的忍者神鬼的形象十分相似 再入这个巨窑蟹汉堡 其实是由蜘蛛蟹 芒果 巨窝菊等配以辣椒酱制成的 看来如今食物要卖座 不仅要看内涵还要看脸 最后来看这个微博 日本南部海岛离岸的青岛 人有的鱼寸人口凋零 而岛上猫的数量却是人类的六倍 是名副其实的猫岛 青岛长1.6公里 一开始是渔夫为了要对付渔船的鼠患而引进的猫 结果岛上的猫繁衍数量不断增加 如今青岛有超过120只猫 仅剩少许居民多半是退休老人 作为日本十几个猫岛之一 青岛上没有餐厅 汽车 商店 连小摊贩也没有 目前仅剩的人类活动 就是白天自本岛搭船来游玩的游客 不过对于爱猫的人士来说 有这么多可爱的猫星人陪伴 还在乎什么景色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典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